艺术的重要性就像水和面包一样 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听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这番话 或许有些人会质疑 艺术又不能当饭吃 怎么会是生活的必需品呢 心中有这样疑惑的人 必然是没有听过程大历史系 萧琼瑞教授讲解艺术的人 艺术固然不能当饭吃 但生活中没有了艺术 这饭吃起来便索然无味 在萧教授的眼中 艺术不只表现于外在的作品 而人的生命本身 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品 每个人都是透过自己的生活 来塑造属于自己的艺术生命 因此 艺术之美即是生命之美 然而 艺术表现有其多样性 与深层内涵 像一窥艺术之唐傲 若非行家引领 恐怕会不得其门而入 看似枯燥无味的艺术 由艺平家 艺术史家 萧教授讲解起来 是如此的生动有趣 意味深远 当历史沉级久远的艺术家 和他们的作品 重新摊在我们的眼前 竟是如此的鲜活而令人感动 透过艺术 我们会活得更美 更不一样 一切就听萧教授娓娓道来 台湾这种物种之复杂 包括你们这样一大堆人在这边 什么人都有 有山东的朋友 吃馒头 有东山的朋友 吃丫头 台湾就是这样子 表面看起来都是人 其实都不是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台湾的语言 我在演讲当中 其实有时候我说这位 我说那个位 是很多的 这个叫做台湾话 台湾话就是 台湾话很多里面 把日本话再加进来 第一次 第二次 概是日本话 不是一戒两戒 还是一回两回那个概 我们甚至有很多 说我勃节给你死 勃 勃这个是台湾话 这不是日本话 这是英文的勃姓 变成勃姓句 名词最后拿一个音 叫做勃节给你死 勃 变成动词 勃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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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把勃劃更用 勃劃更用 福建人听不懂 台湾人 勃劃更用 因为台湾人 从河南人来 就带进来 红萌头 所以很特别 台湾这个语言之丰富 也代表 它的一个多样性 我们看到 不断 它再怎么多样 从一个传统出发 而且 还是浮雕 当然 我们不可否认 所有的这一些艺术家 他也受到西方的影响 黄土水到了日本的时候 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是日本已经从那种 对西方 一位学习西方 开始看重自己的传统 他真正的老师是这一位 叫高春光云 有没有看到 身上别满了勋章 这在台湾只有 好伯吞比得上 好伯春先生 好伯春先生 他的战功标品 在台湾像我们这种人 讲死了也没有人 给我们一张贴纸 台湾根本不管你 这些文化人士 在干什么 你看他身上 这是一个文化人士 他是佛雕师傅 但是在东京美术学校教授 当然 他的学生里头 或是黄土水 去到日本的时候 日本有个非常大的风潮 风潮听得懂吗 不是在树上那种 就是一个热潮 叫做罗丹热潮 因为罗丹 刚好在那个前后过世 罗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家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介绍罗丹 罗丹是西方雕塑史上 一个空前绝后 或是成仙起后的艺术家 他这个作品 台湾还算是熟悉 这个叫沉思者 台湾有一阵 把那个拿来当作马桶的广告 叫阿尔比斯系列 看起来好像在蹲马桶 其实沉思者 有老师问幼稚园小朋友说 这个人坐在那边干什么 小朋友说 他游泳上来发现游泳裤不见了 所以在那边站不起来的样子 其实不是 美术史家他说 他用全身的肌肉在思考 中国人是不做思考的 中国人所有的文人 是一副没事的样子 叫河边行音图 静听松风图 要么就在散步 要么就在睡觉 中国人不会把自己弄成那么痛苦 但是西方人始终那么痛苦 是因为他们要思考 生命从哪里来 生命是什么 生命要到哪里去 这是他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 一贯的主题 那么罗丹的这件作品 事实上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 但是他是一个大的作品当中的一个 那个叫做地狱门 罗丹还有一个风格是非常柔美的 所以罗丹可以非常雄性 也可以非常柔性 你们看这个柔性当中 这个很有名的一件作品叫吻 但大家最关心说 到底有没有吻到 答案是有 也可以说没有 罗丹的作品是有一个特色 他经常是雕了好几件 罗丹最全盛时期有五百多个助手 这些助手当中雕刻的他选择好的 他做了初配他们刻好 他好的留下坏的打掉 有的会留下一两件同时存在 光吻就有两件 这两件一个嘴巴有碰到 一个嘴巴没碰到 所以答案都是对 但是重点不在嘴巴 重点在这一只手 罗丹的这一个吻 那个女性是那么热切的抱住这个男性 那个男性是要爱又不敢爱的 把手轻轻的放着 这是用一个希腊的故事 是一个不伦之恋的故事 但是有人说也就是罗丹 跟他的学生卡密尔的故事 大家知道这个卡密尔的故事 罗丹的这两种风格 刚好被他的两个学生传习 这些人都到欧洲去留学 一个叫北春希望 这两个人也刚好都是 黄土水的老师 这个北春希望最有名的一件作品 就是这件 这个在哪里 日本 长期 元旦纪念 原子炸弹 轰炸的时候 那么他们请 这个北春希望 这件作品做得真好 当然他基本的结构 是学那个谁 学罗丹的 那么但是罗丹跟 他们都受到一个人影响 那个人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 第一个把上帝画出来 你们知道吗 上帝 画了一个上帝 那个 教皇的底下一只骂 怎么可以把上帝画出来 但是文艺复兴来了 人可以画上帝 罗丹不但画上帝 那个上帝一副 很有精神的样子 风吹着他 做着一个大的斗篷 手一直 然后有一个男生 好像刚睡醒的一样 全身没有力量 那个人是谁 亚当 两只手有没有碰到 没有 碰到会怎么样 碰到Nokia就开机了 Nokia的开机城市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包括苹果 那个不是苹果 那是被咬了一口的 三恶果 所有西方的科技的源头 在宗教啊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里面那个上帝 后来就是米开朗基罗 的那个摩西的造型 也是后来西方卡通影片 小美人鱼的爸爸 这种父权的造型 他画出了一个这样的男性 也是一个男神 一手府地 一手指天 指天是像老天控诉 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 把一个原子炸弹 炸在我们的土地上 一手府地 是安抚受难的百姓 我时常感觉 像我们的228纪念碑 搞到最后不晓得 在呐喊什么 我称它为空洞的呐喊 他们这个东西非常具体 让人感动 我时常感觉 像我们台南 最少东门原皇也要用一个这个 但是不一定要站 不一定要坐着 可以让他站起来 手没有指天 没有指地 最少指一边说 火车站在那里 那城市还比较有趣 每次大家说 你看他手机的 那个就火车站 这样 一个城市就是要好玩 你为什么把一个城市 弄得这么 这么硬邦邦的 没有一点趣味 但是好玩还不够 好玩之后人家 这种东西 这个叫做人文 你知道吗 对人有一种安抚 所有受难的人 来到这边 得到一种安抚 我们所受的灾难 有人知道 有人帮我们控诉 有人安抚我们 北春希望非常喜爱黄土水 所以你看 还写信给黄土水 不过一个学生的悲哀 不至老师不喜欢他 是老师喜欢他 的同时 是两个老师喜欢他 的同时 是两个老师感情又不好 所以他是 麻烦就是 也有一个老师 很喜欢他 黄土水这种人 是认真 因为他就 头水塞 取这个名字又不好 又长得矮矮小小 去到上野公园 每天在那边敲 大家都看不起他 这个黄军 你就敲一下 可以赚多少钱 没想到 后来他的作品 是第一个入选 帝国美术展览会 那是全日本最高 台湾人第一个入选的 台湾就好像比现在 王建民投那个全 这个什么 什么玩头 还要振奋人心 因为台湾人一直被人家 觉得是二等公民 所以有人竟然能够 得到地展 地展就是 帝国美术展览会 当时的民主运动人士 像杨造家就讲一句话 做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入选地展 比一百场的街头演讲 还要振奋人心 我们 我们